女人最敏感的四个部位 一碰就会让她们全身的舒软 让人眼前一亮 第一点就是手了 她能否和你牵手 代表着你们关系的一种进度 但是不要觉得牵手是一门无聊的事情 其实女生的手都是非常敏感的 无论是在街上 电影院 还是在床上 牵着她的手都会给她一份安全感 代表你的从一而终 第二点就是锁骨了 女人的锁骨能够是性感的一种象征 她给不给你摸她的锁骨 代表着她对你的一个开放程度 如果想知道她是否对你有好感的话 你大可以试探性的去触碰她的一个锁骨 如果你确定她是喜欢你的 那么你就可以大胆的去抚摸她的锁骨 甚至去亲吻她 一股触电般的一种感觉 一定会让她感觉全身麻木 第三点就是大腿了 男人生来好像就爱看女人穿裙子 不是看裙子的本身 而是看腿 这不是变态 这是一个事实的一种问题 而且女人用大腿来引诱男人的迫不及待的 从大腿向其他部位进发 第四点就是腰部了 为什么大多数的女人会觉得外国人浪漫呢 就是因为她们懂得女人的一种心理 一点一点的接触女人的一种戒备心 让她完全的信任你 同样腰可能是女人最后的一种防线了 所以我们触摸她的腰的时候 一定也要轻轻一点的抚摸 最后用手臂完全的环药 你就完成了她信任你 只要在两性关系中激情满满 女人对你欲罢不能 一定要给女人多一些抚摸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 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 再见